哈嘍 等一下 救命 好突然 我想試一下下午直播 我感覺我很久沒有這個點直播過 對 陽間太陽間了 哎呀那挺好的呀 頭髮好好下 嗨下午好 好突然 確實蠻突然的 現在就是說一整個很累的狀態 就是 就是人就是真的要不行了 好陽間 我就打算直播一下 對 很久沒有下午直播了 我想說 啊那就 try try吧 對 反正今天是週末嘛 對 我喝了兩瓶水 就不上海 有影子陪著我走 沒人能撿起他的手 從落在誰的身上過度 這個老師真的 我說 我 我一進去的時候我說 我是不是 用 弄錯時間了 然後 他說沒有沒有 就是因為可能之前那個老師請假了 然後今天是一個新的老師來 然後看那個老師 我說 我說的就是 練完之後 我整個人就是 我不行了 我從來沒有上普拉提 上那我 我人說 老師我不行了 我真的不行 對 就是 一整個就是上完 上完這個課之後 整個人把我整個迷糊了 就是 就是眼神呆滯的那種感覺 就這樣 我說 緩緩 而且 最後的時候是 我們要這樣子 我們要這樣子 就是 要這樣頂在那個 那個普拉提床的那個 竿子上面 要這樣子 然後腳是這樣子頂住 然後呢 這樣子的時候 那個老師 他就這樣拉 就是這樣 往下 按 然後我說 好痛啊 對 我說 不行了 他說 沒關係 他說 你的腰很軟 就是 這樣子拉下去的時候 你剛好可以頂 他說我真的不行了 我是全無名 啊 真的很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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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然後我們還有一個動作就是 你的腳要這樣子抬起來 就是這樣 這樣子的一個狀態 然後你的身子 要這樣子去弄那個 那個普拉提床不是有一個袋子嗎 就是你的腳是半空中 然後呢 你做完了 大概在上面做了 有大概五分鐘的那個樣子吧 就一直做 一直做 腳就一直不放下來 然後最後還來給你一個暴擊 就是你這樣 做五十下這樣子 我 就是說 人不 我今天還沒有喝咖啡 沒有喝咖啡 我還沒有喝 人不會廢掉 確實我現在這個人也廢掉 不是痛 是累 我喝來喝去都是喝冰美濕啊 沒買 沒買 因為我卡著時間去上課的 對 我們 我給你們發 我說 我說我要上課的時候 我已經到了嘛 就卡著時間 對 參加參加 有舞台怎麼不參加 好累 睡會啊 我不想睡 我不是臉紅 我是 這是我的腮紅 就是說 呃 一整個把我尷尬住了 不知道該怎麼回答你 我已經喝了兩瓶水了 家人們 就是說 暫時不太想喝 哎呦 男男妹妹 來了 嗯 對 我要先把我的身份證領出來 去醫院 身份證明天 明天 明天要去醫院了 確實 就是說 我的腿最近非常多奇奇怪怪的瑜伽 對 你看這樣 你看這樣 你們有看 有聽 寧寧跟那個 溫柳唱的這首歌嗎 睡覺了吧 3點27分睡覺 好好聽喔 這個點睡了 晚上就不想睡了 這個點睡了 晚上就不想睡了 什麼粥子 什麼東西 粥子趁要幹嘛啦 話說我最近很久沒有見粥子 有點想這個粥子歆了 咋了粥子歆又在幹嘛 粥子歆 看網上有什麼意思呢 要看來家裡看 真的是 多久沒來家裡了 讓她趕緊來 十分想 對方這個BGM是很常常好聽 我發現很像安娜 我發現很像安娜 你知道嗎 我今天染完這個頭髮 我去那個普拉提的教室裡面 然後 就是說 他說你是新來的 他說你是第一次來嗎 我說你忘記我是誰了嗎 我說我們 前幾天才見過面 他說 然後 一下子直接沒反應過來 我說我 我有點 我說我難過了 對 對 怎麼會這樣子就是說十分神奇 現在應該記住了 怎麼會這樣子就是說十分神奇 小櫻花同款同款粉色我覺得最近先暫時再說吧 再說再說 真的 普拉提出完汗之後就會十分之瘦 真的 普拉提出完汗之後就會十分之瘦 對 對出完很爽 今天跟大家一起吃飯嗎 不知道 等他們晚上 你們他們今天不是要握手嗎 對我現在核心比以前好很多了 因為以前我有些東西可能就是我會抖 就是做那種核心的練習 我現在已經好很多了 就是算是這個普拉提班裡面就是比較優秀的一位學生 我現在不敢上拳擊課 因為我現在手臂很顯壯 對自從就是因為因為就是拳擊跟射箭其實它都是用到這一塊肌肉的 所以說我現在才會瘋狂的去練習普拉提 因為普拉提的話它是那種全身性的運動 然後就不會顯得這一塊肌肉很壯實 對謝謝謝謝Jacky棒放了葉底謝謝 我連最近射箭都沒有 沒有去射箭 因為我覺得 就讓自己首先先讓自己休息一下嘛 其次是 呃想說先讓這邊的肌肉緩緩緩 對 真的 我覺得我現在因為我現在這邊的手臂比這邊的手臂粗很多 對就是這邊的肌肉跟這邊 因為我射箭用的是這邊的力量 所以我這邊就很厲害 對 我的左右手不一樣 嗯 這首歌叫折疊過的思念是我最近發現的一首寶藏歌曲 我還是比較喜歡聽這種就是 呃 比較舒緩的歌 沒有你用右手拉弓啊 是啊 什麼什麼不動 Nina 我唱的歌 奄復血要專心要專心 所以说不能凌急抱佛教 我的筋膜枪他去哪了说实话 我的筋膜枪去哪 对我用筋膜枪我一直都用 我找到了 果然东西有时候会乱丢 我跟你们说我这柜子真的能装非常多的东西 非常好用 但是就是每天像群宝 我跟你们说我这里里面都是我表演用的宝藏东西 就是什么各种什么项圈 然后手套 然后皮带 然后这种就是 就是我的那个不是这不是放五金的地方 这就是放我平时表演会用到的一些东西 对 就比如说我昨天就那个爱家表演的时候那种项圈 对就是对对对就就很多了 我本来昨天零和游戏的时候想在里面放这个就是在我的头发里面放一根就是红色头发拼接进去了 但是他今天才到对就蛮可惜的 对 应该还不错 对 加爱的不是加爱 爱家的那个 你看他买的扇子 我买了 我买了送给 我早上给他 他还给我 对 他买了一个这种 腰疯 但是呢 我这衣服太黑了 但是它是一个很好看的腰疯 给你们看看 这样一个 这样子 不过这个腰疯是之前 这家拍档的时候买的 就是那个我跟雪杨打拳的那首歌 但是当时没有用上 因为它没到 对 当时就没用了 然后就是这种 这种红色的带子 然后还有那个 我们当时打算跟 跟那个爱家要看想 想说要用哪一个 但后来我们选择了用那个 那个的手套 因为那个比较好脱 这种就很难脱 对 对对对 对对对 所以说筋膜枪 对啊 哈哈哈哈 很多 你看还有这种 就是我平时用的那个腰带 做男人 做男人的腰带 对 这个 这是我新买的一个 那种 手套 这个也是 也是也是国际的那种 我的贝贝家 它不见了 不知道去哪儿了 消失的无影运踪 哦 这是之前 那个圣诞节的 这个 对 然后这里还有一个 这个 然后还有这种 然后还有这种 然后这也是 然后还有这种 然后这也是 然后这也是 这个 这个 我好喜欢这个 这个真的好好看 非常 只有收藏价值 买到就是 买到就赚到 我跟你说 然后这种 然后这种 也是 杯 杯的那种 男人装备 非常多 男人装备 对 确实 装备齐全 对 哦 非常能装 然后这边下面是装蜡烛的 对 然后 这里是一些还没有穿的衣服 对 这里有一件T恤 对 确实还没有洗过 然后这是一件 有一些是你们送给我的衣服 嗯 长大 看这一船 然后还有一个这个 好 新衣服会洗 这个也是 就是 就是 但是这个就是说 买了很久了 然后就是说 一整个不太想穿它的状态 嗯 有点过于久远 这是什么 哦 哦 这也是一件 哦 就是 年代有些久远了 就是不知道几时买的 哦 对 就是说 哦 这个 还有这种 但是也不怎么穿 就是这种衣服 对 所以说 我可能只会穿上面的这三件 下面的就打败了 这柜子真的很很难装 非常 嗯 很能装 我当时买这个柜子 其实就是打算放一些杂 杂 杂七杂八的东西 哦 然后还有一层是专门放蜡烛的 对 这一格是放电脑的 这一格是放电脑的 就是这一格是 你看这样子吧 我这一格是放电脑 还有相机 就是还有一些充电的 就是电器类的东西 这一格是放表演的 然后这一格就是放衣服的 然后这一格是放围巾的 然后这一格是放围巾的 然后这一全是蜡烛 这里都是袜子 还有那个 什么 你看 袜子 然后还有一些我的 各种的领带 对 我都收好 我都收好 非常的好用 这个 这个就是说 被安利到了 没有链接 不好意思 无链接 对 我应该算是买到里面 比较划算的一个 因为我 我那天看这个柜子 去比了好几家 对 我买的是里面几家相对比较划算的 而且就是非常的实用的 然后就是 也蛮能装的 而且我买的颜色 我不想买透明的 因为虽然说我盖这个东西吧 但是你想想你东西这么杂七杂八 你如果这个柜子是个透明的 那就很丑 你知道吧 对 对 对 所以我就买了个这个 我就买 所以我的房间都是白色 木色 比较多一点 嗯 我耳朵戴反了 没有啊 没戴反啊 没戴反 这边才是反的 好厉害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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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不戴 把它放进去 给你们推荐这个 这是我每天早上起床都会用的一个东西 感觉像大话 它是这样子 就是这样子挂在你这上面 然后这样子 哎呀 但我这个 但说实话这个对我其实 现在可能 就是它没有什么压迫的感觉 因为我现在 腿这里比之前瘦了 所以就就没有那种感觉 就之前可能还会有一点压的感觉 现在就是说一整个 好像没有什么效果 对 但是你可以往上一点 对 你可以往上一点 就是你可以卡在这个位 这个位置上 对 然后你往上一点就好了 对 它会矫正你的那个腿型 对 挂手臂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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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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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来说都是三四个人上课 然后呢 有时候就只有 就比如说 我有时候可能去非常的早 就只有两个人上课 老师就只看你们两个人 我会觉得 我会觉得 赚了 赚了 对 对的对的 因为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偷来 但我一般上普拉提 我都不怎么偷懒 因为我觉得 就是花钱的就是花钱来女人 对对对 像是上那种什么拳击课 那种就是一般健身这种东西我不会去偷懒的 而且我会很认真 就是比如说如果我去B monster上课的话 就是我会就是说非常的非常的认真 对 我会给自己制定一个 那个就是我今天一定要燃烧多少卡路里 如果我没有燃烧够的话 我就做想让别的方法让自己再燃烧 对 那段时间身体非常好的时候 我一定要给自己制就是目标 就是我每天会戴那个手表去测自己的那个 因为因为那个苹果那个手表不是有那个拳击吗 然后我就会给自己 因为它它还有一个给你测心率的 我就想说今天我的目标就是500 那我就要燃烧500 然后我就 再给你疯狂 疯狂500 对 然后还有一次上一次不就是那个超级星星吗 然后它那个就是 它那个课程就是专门给你 会有那个心率的那个表给你戴着的 然后呢那节课只有我一个人上 两个老师我一个人 我当时就是就是就是说人都还没缓完 然后另一个老师 好了这个老师带把你做这个接下来到我这个给你的 然后我就 我说我不行了 然后隔壁有一个人就是练私教的 然后就看着 他说这个孩子真的很不容易的感觉 我就一直在那举着那个铁饼 我说我真的不行 对 但是真的很痛苦当时 我觉得一个老师看着我已经已经就是说啊就这样子 两个老师这样看着你练就是说啊就是人真的到达尽头了对 因为我没有上过上过那个课我不知道那节课是怎样的一种感觉 然后那天就上但是他当时那个课程有标注就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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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燃就是燃得很厉害 而且要配戴那个心律的那个手表因为其实超级猩猩的课不多要就是你要配戴那个心律表的很少对 超级猩猩只有那个他的一些呃就是叫就什么教室才要戴那个手表 对的公演门票吗 欢迎你加入我们的应援会913381982 然后呢大家会非常的乐意去解答你 然后呢就是你就比如说你想来看公演你去问他们都会非常的积极 我再来说一次我怕你刚刚可能忘了913381982 913381982 对是的就是听多几次你就知道了913381982 哇谢谢谢谢乌乌的瘦瘦子送的皇冠 谢谢手伴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我有想起蛋壳昨天他们的那个舞 痴迪在人口 我可以变 ám Look out! Look out! 香味在燃燃燃 我什麼時候Look out? 看吧 可能過完年回來 再說 我現在就是一整個 什麼都不想 就是我想這個月頹廢一點 就是什麼都不學 然後呢 就放鬆快樂 把這個月過完 然後呢 就是過完年回來 我就開始整活了 對 因為我當時給自己定了一個目標 就是過完B50之後 就是 就讓自己 什麼都不想 什麼都 什麼都不去 不去幹嘛 就是好好認認真真的就 放假 對 對 但是還要學冤的三號尾 還好啊還好 對對對 但其實我發現 不只要學 那天就是學冤的三號尾 就是最近其實還有一些別的東西要學 所以說 也不算是放假 但是就是說 啊沒辦法 沒辦法 對對對 但是我自己 就是最近這幾天 其實我的那個表都是寫滿的 就是每天要幹嘛 就比如說我可能 明天早上去 去醫院 然後還要去做些別的東西 然後可能13號 就後面幾天也有事情嘛 然後13號去公演 然後打算 14號去 把那個 因為之前說要去錄 錄歌嘛 然後一直時間 沒有時間去錄 要不就是那邊捧 沒空 然後呢 就可能 14號要排練 然後15號去錄 16號公演 然後可能17號 有自己一些想拍的東西 拍一拍 差不多了 然後就過年了 16後面還有公演嗎 應該有的吧 我記得好像有的 對 我們什麼時候放假嗎 我不知道 我好想去不去玩 我很想去 就是非常 空曠的地方 就是坐在那兒攤 就坐在那兒看 看山好 看海也好 看樹也好 反正就是坐在那兒 放空 對 故村公園那就算了吧 沒必要 哪個公園不是公園呢 我共青公園也是個公園 對 對 白雲山 對 現在疫情有點嚴重 所以說 也有可能會去澳門 對 約了段總去澳門 對 我們 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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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 去哪兒先別說 沒事兒 因為我們不知道 會不會去 我只是跟你们说 你也知道段总的这个放鸽子能力 就是是顶流 所以说我也不知道能不能去 我也嘛就是说一说 他也只是说一说 去不去嘛我们也不知道 就是说嘴炮 确实 断 断 断总盲 因为如果要去的话也要等我回去之后 因为要签证 没办法 我其实很想去阿纳亚 但是实在太冷了 现在这个时候去阿纳亚 我可能会冻成一个冰棍 我就真的是变成了Elsa 要Laligo了 对 车吗 因为我之前想学 那段时间浦东有疫情 我没有办法学 我妈就不让我学 对 那段时间浦东疫情了嘛 然后就没去了 对 学啊 学啊 应该过完年回来吧 现在不是说过年了吗 对 对 Do you wanna build the snowman 嗨张老师 我们几时去迪士尼呀 嗯 嗯 张老师昨天就是说在那个楼梯的拐角处啊 看到就是啊 你在就是帮帮帮你的室友拍照 然后我在那个电梯的楼下说了一句 哇 浩天 确实 磕到了磕到了 对 对 谢谢啊 哦真的吗 昨天 昨天正老师有帮我拍照 对 哦哦我的照片 你先啊 你先帮我拿一下啊 就是说啊 过两天啊 就是公演的时候啊 没关系啊 明天就能拿到了 记得明天给我啊 明天啊 明天啊 明天去中心拿 好吧 对对对 哎我帮你们拍的那个照片怎么样呢 好看吗 对啊 对啊我都没有看到 好可惜哦 哎呀突然两个人出现在我的直播间 确实 可到了可到了 就是很少这种状况能出现 对确实 开心一次 这就是可到了 爱你波波 啊热红酒 突然之间想不到 对 嗯 就是说我觉得张老师的最佳拍档就是一定是别人而不是我 对 所以说我觉得我们不能不能让别人难过 对 你们真的打咪不能乱来啊这种东西好吧 我啊 嗯确实啊 我说了我参加最佳拍档 对啊 我的Two 有人可以让我当花吗 不好意思就是说我长的太高了 嗯 没有办法 我跟你们说一件事情 我真的我从来没有这么难过 因为选完之后 她昨天那个高跟鞋这么高 她当时跟我们服装部老师 订衣服的时候 她说老师我要这个鞋 我说你是什么审美时尚 要录脚趾 我说你不去搞一个漂亮的美甲 你真的对不起这双鞋 好 她说好 她去弄 然后我说那你请问一下 你的美甲呢 她说没空 我说好 我说那你这么高的鞋 你能跳舞吗 我跟她说 就是因为她搞了双这么高的鞋 然后我 要去搞了双这么高的增高鞋垫 我真的 我人生就没有几次能穿增高鞋垫 就是因为她这双鞋 我塞了个增高鞋垫的进去 我真是蠢蠢无识 我真的很 我人活得很坦荡 就是不像段逸玄一样 经常在里面塞增高鞋垫 我就是不怎么穿增高鞋垫的一个人 段逸玄不好意思 对不起你 不小心把这件事情说出来了 但是没有办法 我就是说很盛带 对 然后 然后呢 就是说 爱你 段逸玄 总是在我的直播间出现 证明了就是说 段逸玄就是我还是很爱你的 不然你怎么怎么能一直出现在我的直播间呢 对不对 是吧 对 真的很搞笑 她的椰子鸡吗 她不是说她不吃了吗 我说好 那不吃我们就不吃了 好 就从那个时候开始 我们就说 那就不吃了 对 是她自己说不吃的 有那个什么 有那个Vlog为正啊 她说 她说 我现在也不想来了 我说那好 正好 那就别来了 对 那就不来了 对 椰子鸡的这个剧情已经到了终点了 对 一整个结束了 由视频为正 对 非常实在 真的就是很实在的 就是我其实不强人所难 然后你当时说的这么深情并茂 你说张欣 其实我那我就不来了 那好 OK 我们就不来了 好吧 就不来了 很不错 我不知道 原谐00后肯定还能再长高啊 对 痛人心血 有什么 哇 那天还看到一个 我跟张老师叫什么 刻苦明星 我想说 这是什么东西 刻苦明星 我还刻在你心底的名字呢 真的是 够刻苦 够明星的 太苦了 就是说 我觉得我们和的那个粉丝起 就这个 起的名字 真的就是 每个人都起得很优秀 加个微信 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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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家的微信已经加上了 好吧 加了 对 加上了 加上了 安然的微信还没有加上 对 还没有加上安然的微信 安然不是也在上海吗 平时也可以约他 想 我其实很想约安然跳个宅舞 因为他不是也跳宅舞吗 我一直很想约安然 约个舞 我之前 就是逛街的时候 然后就在那个橱窗上面 看到他穿那个 那个 我没有觉得刻苦明星不好天 我觉得就是 有点苦而已 听着 对 他衣服很多 然后他跟我射箭 你说我想跟他约 约跳舞 对 但是我还没有他微信 对 有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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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对 我想改善什么 没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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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一人一个愿望很公平 对 圆一齐有 呃 只是说我一般 加人家微信 我都不会主动 人家加微信 对 我一般都是说 哎呀 你要不你来架我吧 对 确实 面子先重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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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不是啦 哦 我朋友圈很少给别人点赞 不点赞不回别人的那个朋友圈的评论 对 不点赞别人也不就是不评论别人的朋友圈也不会回我朋友圈人家评论我的朋友圈 对 对 对 也很少发朋友圈 我就不怎么发朋友圈 对 对确实 很高冷 我记得我们之前三七生刚进来的时候 之前谁就有说过 他说就这么看我的时候觉得我很难接近一个人 是我当时就是 我没有大家当时就三七生刚进来的时候大家都不认识嘛 然后 然后我那天就在那个剧场 因为我们当时在剧场嘛 然后我们就我就这样坐在那 因为那时候是跟大家第一次见面 我就这样 坐在那 也没有微笑 他们就觉得我好高冷 但是我当时内心就说没想到吧 其实我并不是这样的 对 确实 我一七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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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个微信家是谁 喜欢一卓 我一卓 我一卓 对 因为我当时三七生初审的时候 就是我三七生初审的时候 我是当时三七生初审只有两天 然后星期天跟星期一 然后我是星期一去的 然后别人都是有别人陪的 我是一个人去的 然后我当时进去的时候 我演完自己就走了 对 然后当时穿着 就是真的就是 就是就是 如大家之前看到的我一样 我就穿了一件T恤 穿了一条短裤 然后过去跳完舞 就就坐在那这样看 然后身边都是那种穿制服 穿穿那种裸裙呢 我当时我当时连制服都没就是有点就是说 他们好特别 就是不是我会穿的这种 对我就穿很随便 我就真的就是很随便 真的就是穿了一件T恤 然后后来就是因为我笑容 进来的嘛 就是当时他们说就是因为我的笑笑容笑起来 然后很不一样 然后就就进来了嘛 然后就是终身了嘛 对终身我就就有我干姐陪我一起嘛 我当时就就就就认识了认识了杨姐嘛 我在里面 他问我你 他说你又跳什么 我说我跳跳街舞的跳hiphop 他说他跳爵士 然后大家又好像互相学习 对 就这样 然后后来就是就是也是广东的嘛 对啊 对啊 还有林南 林 但是林南是后面了 对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 其实我有点忘记了 说实话 十一年前的东西谁还记得这么清楚 我只记得我当时头发这么长 我只记得我参加完那个终身之后跟我干姐去了那个 去了那个外滩 逛了一下 头发是黑色的很长 嗯 我当时不白啊 我当时一点都不白 我觉得我现在比以前白多了 实话实说 对 对的 而且当时我们中审的时候是要先五审再歌审 还是先歌审再五审 我不记得了 反正就是有一样嘛 顺序我不记得了 但是当时学跳舞的时候 然后 学完之后我当时觉得 就是说 非常的简单 赶紧跳完 赶紧结束 对 就是你当下立马学 学完之后就 就立马跳 对 对我还是站在第一排的 因为我当时是想赶紧搞完 赶紧结束 我还想晚上出去 出去探店 对 我当时的思 我当时的内心是这样子 对 我在用心磨枪 对 对 对那个时候一看 我记得我当时结束完之后 去 去了那个日月光那边 对对对 那个巷子里边 对 吃的确实没有错 然后我们当时做那个酒店是那个 在大世界那边 对 对 田子坊 田子坊 是的是的是的 去田子坊的时候 感觉像是去到了厦门一样 就是在里面走的时候感觉好像在去厦门的那种感觉 对 我记得好清楚是吗 我当时还记得 我还记得我跟我甘姐两个人晚上 就是晚上去吃火锅 然后在网上找了那个九宫阁辣火锅 然后我们去吃了 还挺好吃的 而且那个九宫阁辣的那个火锅就是在那个大世界那个站 我们住的那个酒店的对面楼上 我们当时就是住锦江之心 对 对我还记得住锦江之心 是的 然后我跟我姐去外摊的时候是穿了一条白裤子 然后穿了一双new balance 然后还有一个路肩的蓝色 上衣扎了一个丸子头 还背了一个千鸟格的包包 然后走路走到一半它断了 对这个记得 我还记得我中神穿的衣服呢 一件BAP的短袖 所以我这里有一只猴子 然后穿了一个白色的 是白色的裤子吧 白色的短裤 我好爱IT 是的 我以前经常在IT买衣服 就是那个年代的我经常买BAP 还有AAP的衣服 所以我那个时候家里非常多 而且之前那个时候会经常去香港嘛 就会经常去香港的时候 IT里面买东西 因为IT每到过年的时候打折力度非常的强 对 但是 AAP永远不打折 永远 不打折 就是每一次IT所有东西打折的时候 只有AAP它是不打折的 对 但是现在AAP没以前这么那个了 对啊 对啊我就很喜欢买 这两个牌子 而且每次去买的都是T恤衬衫 不是不是衬衫 买T恤衛衣还有外套 然后我妈每次都说 你怎么老是买这个 你就不能买点别的吗 我以前好像就不怎么爱穿 我以前的裙子也很少 我我隐形眼镜14.2 我知道万灵有 待在二红国际 我当时我记得 反正我记得我搬来上海的时候 我之前有说过嘛 我拿着一个20寸的行李箱过来了 里面只装了一条裙子 然后呢 无了 其他都是裤子 跟T恤 因为 因为之后要回去 因为我当时只来一下一下我就回去了 对 所以说 对 所以就只 因为我记得我当时来 就只来了 三 两三天吧 三四天 然后我就 我就回回家了 对 所以我当时就 只带了一个小箱子来 对 对 确实 真的吗 可能他就是说想过来 就是带很多漂亮的裙子过来穿吧 所以就不止20寸 对 十分神奇 你喜欢做Vlog吗 喜欢就好的 春秋航空警告 我是不想再做春秋航空了 以前上学那段时间做商了 春秋航空上学的时候 因为春秋航空便宜 然后就做商了 每次不是买一大早的航空吗 就是四点多钟就要出发去浦东机场 因为机票便宜 上学 飞珠海嘛 四点多钟就去浦东机场了 然后前一天晚上还公演完 然后公演完回来 就是可能就没没没怎么睡 睡一两个小时 凌晨四点就出发去浦东机场 然后去做春秋航空 然后呢 好不容易就是能在飞机上睡个觉吧 然后睡到一半突然之间 啊各位大家 我们要起来做一下我们的头部健身 然后现在呢 我们这个飞机啊 这个模型 这个价格非常的优惠 你们买吧 我每次听到这个时候 我人生就很崩溃 我说为什么 我说我以后 如果 我真的 我真的就是说 富有一点点的话 我 我上学来 我绝对不要再做春秋航空 我要睡个好觉 真的 再也不要做春秋航空了 春秋航空成为了我心中的一个阴影 对 他还不能那个 就是 他 他为什么便宜 他便宜就是便宜在了他的飞机 要不就是最早 要不就是最晚 还有就是他没有那个托运的费用 对 就是没法托运 所以他就是便宜在这些点上 对 确实 而且你们要知道就是珠海的天气一大早跟早上跟晚上都是属于那种风很大的时候 所以我每一次回去的时候 我我为什么现在很不很不怕那个飞机就是就是气流啊 就是我现在气流真的抖得非常的厉害 抖得人家就很害怕的时候我都能睡得非常的安安稳 是因为我当时在珠海 习惯了 就是说 练出来了 确实每一次回去都是 因为珠海他本来靠海嘛 然后靠海的话他就是风很大 就每一次真的就是晃的感觉飞机要掉下去的那种感觉 你们懂吗 就是这种 但是有一说一啊 我坐了这么多飞机下来 我觉得春秋 他的飞行就是那个机长起降真的很不错 就是他的飞机降落 就是他的飞机降落 我之前坐的基本百分之七七八十 他下下来都不会邦当一声的 但是我去坐那种南航啊东航 他很多时候就是感觉飞机一下来的时候像是 就是很恐怖 对 真的 好 好 我没有坐过俄 俄罗斯航空 因为我还没有去过那儿 战斗 战斗民族的那个飞机应该很不一样 对 山航吗 我没坐过山航欸 啊 ANA 对 ANA很舒服 那个长绒航空也很不错 这在我坐的飞机来讲的话 那个德航 德航 然后长绒 然后香港那个叫什么 香港航空 哦 国泰 对 国泰 都挺不错的 对 川航不是 我没没做过川航 他们说川航的老干妈很不错 就很多吃 他们说做川航就是一整个给你味道饱的状态 就是说隔一下发一下吃的 隔一下发一下吃的 对 我为什么喜欢做南航 是因为我本来就是南航的那个明珠会员嘛 一直有那个积分 然后还有就是 因为南航他可以选择那个无餐池 就是他也可以选择那种绿色飞行餐 就是他有很多不同的选项 比如说你减肥啊 或者你不吃这种东西 就他可以去选择 但我一般坐飞机 我都不怎么吃东西 所以就可以把那个东西取消掉 就不吃了 然后他可以给你多一点 那个里程 对 确实 哦 大韩 对 大韩也很不错 是的 我每 我之前去韩国的时候 就非常期待 因为那个辣酱 对 对对对 然后 日本航空的餐食就很精致 对 是的 国外的航空都有哈根达斯 之前不是去那个 哪的时候吗 巴西 然后 还有之前去那个 澳洲 就是那种外国的航空 都 但是去澳洲好像没有 因为我们去澳洲做的是东方航空 对 澳洲 就是说做商务舱的那个 嗯 比较少 不知道 对 郑州航空吗 没有做过 我做过那个杨子江航空 哦 珠海的时候 好像是海航旗下的一个航空 就是比较便宜一点的 对 吉祥很不错啊 吉祥有小枕头呢 而且吉祥的衣服是粉色的呀 我在豆瓣有关注一个组 就是叫做航空餐食组 我每次就在里面疯狂的看 就是我说 啊这个 这个航空的这个 鸡餐还蛮好吃的 我还关注了豆瓣的咖啡小组 我还关注了豆瓣的咖啡小组 还有关注了豆瓣的 呃外卖 外卖 外卖小组 吓到你为什么 哦很喜欢看 为什么我觉得 不行打妹 我觉得那个航空餐食组 就是他们每次都在分享里面 是什么 什么就是做什么飞机 然后他们的餐食是怎么样的 还有就是那种就是外卖 就是大家都在商讨 哪一家的外卖 比较好吃 炸厨房小组吗 去看 哦临时拉财 我有看我看这个 对 应该有便利店和饭 炸厨房很搞笑是吧 好我去看一看 我等一下立马就去关注 在外面吗 你这里看觉得我像是外面吗 如果你觉得这样子的话 突然觉得 我的家像是一个五星级的家 给你一种营造着一种特别的感觉 成功了成功了 设施 设施 好 大家去关注 有没有那种就是 土星族 专门看各种各种星球 有没有那种 可以啊 撒餐怎么办啊 我去见一个 可以 全是土星 可以的 可是我不会 对 穿搭小组 其实这种穿搭 还不如去看小红书呢 星球探讨小组 我每天看了我的那个朋友圈 然后就是那个 就是那个 柜姐在介绍她的 今天星道店的项链 买到等于赚到 我每天就是在看他们在发的 这种 十分之有趣 我觉得穿搭 其实 看我就够啊 对对对 就是穿 穿出自己喜欢的感觉 还是挺自豪的 对于穿搭来说的话 就是对这种穿搭的风格 我还是蛮自豪 昨天那套其实搭的也还可以 我本来那个未接来电 那件衣服 本来想说跟 因为羊那件是紫色嘛 我当时在想说 要不要搭一件紫色的外套 白色的裤子 后来想想男生紫色的西装 好奇怪 后来我就换成了黑色 但是我后来看了 看了一个Seventeen的舞台 然后Seventeen的舞台 也是有那种紫色的西装 还挺好看的 就是你不知道 它用的是怎样子的布料 所以你就其实也不太敢去 做这个尝试 其实昨天你们看到的西装 已经加了 那个服装部的老师说一些我的意见 我说我想说在这里加点什么东西 于是就加了好多钻在上面 就会比前一天亮了很多 对 紫色应该好好看 下次试一下吧 下次试一下 下次试一下 对 绿色的还是这样 绿色的还是这样 绿色的很显肤色 就比较显 什么是快乐星球 好啦 我要关直播了 感觉今天也直播了挺久了 开心 拜拜啦 大家 拜拜